歡迎收看二分之一強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是這樣的 宥曉悅 我那天想要去剪頭髮 可是髮型師說我不用剪 這樣的長度最好看 你髮型師都有看節目 好聊喔 反正都要噴了嘛 什麼髮型都一樣啊 不能這樣講喔 他說我這個瀏海 督敏俊的瀏海 大概眉毛上面0.3公分 這樣子是不是最帥氣 是嗎 宏毅劉德華 噴噴看 好帥喔 有感覺到我的電力嗎 其實噴後面我已經看得很膩了 你要不要噴前面看看 噴前面 噴前面 站過去 我一句話就好 一句話 可是如果我這樣子噴對不對 我這樣的時候導播戴不到我的臉 誰看得到我俊俏的臉龐 沒關係啊 你正面跟背面都一樣俊俏 真的啊 而且你背影更帥 一次可以接受 因為你後面跟前面是一樣的後啦 對 那我們新男投個票 覺得小楊哥的背影比較帥的 請舉圈 那算慘了 督敏俊是不是 你剛剛不是說督敏俊嗎 督敏俊 對 真的是有一種 重挽手跟的感覺 轉一下 轉一下 看得出來 你在講錯話啊 不是 他調很久了 沒有 我已經調好方向了 我已經調好方向了 看得出來我們的特別賓 都非常非常的偏執 以及有強迫症 是不是 所以得要噴到小楊哥不可 對不對 沒錯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子 把你們的快樂 建築在我的痛苦上 我真的 因為看你痛苦 我們真的很快樂 好爽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到 演藝圈三位呢 最偏執 又最有強迫症的女人 來參加我們今天的女人團 歡迎他們三位 嗨 嗨 當然我們HOLD到丁的 聯合國星男也在這邊 歡迎他們 嗨 嗨 一樣米 仰百樣人 有人隨性度日 有人卻一絲不苟 近乎偏執 像賀少俠 從小就得一種LOGO 要朝自己的病 法比歐走路時 更是堅持每一步 都要踩到同樣顏色的地板 到底星男們 還有哪些特殊的偏執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強 現場有非常仰眼的照片 一開始我們阿喜 也要宣傳寫真書啦 嗨 謝謝你們我的寫真書 馬尾女孩最無敵 在11月12日 在全家可以開始預購 然後有送這個 我們還有這個公仔 超可愛 就是可以放在杯園 或是你吃麵的時候 也可以放在拉麵旁邊 所以那個 他送的不是杯子 是那個公仔就對了 有想要杯子嗎 杯子比較好嗎 比較想要這個公仔吧 你們講說我們男人 有偏執狂 是 有強迫症 強迫症 我們有做這樣的事情嗎 當然有 你 有嗎 對 就像是今天 怎麼樣 強迫人家愛上你 沒有 就像是今天開始小楊哥的頭髮 縮頭髮這件事 就有些男生 如果你碰他的頭髮 他會生氣 然後呢 我還有遇過一個男朋友 他是他的頭髮 要一根一根抓 你的男朋友會不會 你碰他哪裡都生氣 講到好 周子 怎麼要噴你啊 怎麼樣 你幹嘛啊 我們這邊連做法 他就是一根一根 就會像就是像 比如說彥均跟那個頭髮好了 他可能要抓一個小時 差不多了 對 因為他這可能還是 專業造型師抓的 一般男生在家裡抓 他就這樣 一根一根 等一下我左邊這一根 要再抓一根 沒有 因為頭髮 對男生來講很重要 抱歉 我不是講你啦 欸 頭髮對男生來說非常重要 你看我頭髮 因為我頭髮很厚 如果往後的話 整個人會比較有精神 跟我相處的人 感覺也會比較舒服一點 對不對 各位 但不用抓到一小時吧 對啊 不用 我是很快 你說男生頭髮不能碰 你們女生頭髮可以碰嗎 小優 你可以碰嗎 可以啊 小優 你都給我高力 小優 你可以把你的頭髮 謝謝你 我跟你講 你可以把後面那個 拉掉這樣子弄嗎 不是 彥均 我問你 小優如果要讓你碰他頭髮 你會想要碰嗎 如果剪掉放地下我可以碰 我沒有要啊 我是你伴娘耶 要剝香爐啦 對啊 可是女生不讓人家碰 不是因為我們很古謀那些 怕弄亂 是因為就是有些人 不喜歡被摸頭 可是男生有時候 你不喜歡給他碰 只是很單純 覺得自己很帥 頭髮髮型 但是自己又一直碰 隨時都一直這樣子 因為你有看到女生 會一直這樣子嗎 沒有啊 都是男生啊 男生就是會一直 你又不是都教授 總得像葉教授 把他一直這樣 對 一撥一直撥的 等一下啊 Andreux有話要說 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嗎 每天有人會 某些人就會來碰我頭髮 我沒有問 他們沒有問我 他們就碰一下 然後笑一笑 跑掉了 為什麼 很少自然捲的人啦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之前 Andreux的頭髮是超級 爆炸麥克風 對 頭髮好可愛 我也想摸一下 我也想摸一下 你看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他頭髮的問題 男生是想摸 摸到頭髮 好像很小確幸的感覺 Andreux我問你 你之前還沒剪頭髮之前 你每一天出門 要花多久整理你的頭髮 應該 10秒吧 10秒 就這樣子啊 因為他很自然捲的 自然捲的樣子 我曾經有跟五棍阿伯拍過MV 五棍阿伯 我覺得只有他會用你當MV 你覺得嗎 對啊 好大喔 你們兩個 那個 不是 你好適合喔 宇文你確定他是女主角 他搞不好只是大堆頭的其中一個 那女主角 適合當女主角 沒有跟五棍阿伯跳舞 大家可以點那首歌 所以那個MV 五棍大帝國 那個MV 你其實跟他好像蠻像的 這個你們兩點都很長耶 很適合 在一起啦 真的 然後呢 這不是重點 然後呢 重點是聽說五棍阿伯的頭啊 他不給別人用的 聽說沒有 沒有 輸到以來喔 你那一天沒看到嗎 沒有 因為我們都在現場梳化嘛 然後 而且因為拍MV 還有就是規定裝 也要給那個現場的人化 五棍阿伯是全裝到 他就是不給人家用他頭髮的 我之前也有工作遇到他 然後就很有禮貌的問他說 阿伯等一下我可以摸一下 你這邊劉海看是不是真的嗎 他就說 先不要了 拒絕我耶 他不給人家用的 因為我有認識一個朋友 他頭髮就像小龍哥這樣 長年都是有瀏海的喔 但你知道嗎 我跟他的關係很好 應該是督敏俊吧 那個人 不是 不是 你人脈沒有那麼廣 對 然後你知道嗎 因為我跟他很好 然後但我有一天摸他頭髮 從此以後他跟我大翻臉 從此以後我們幾乎不說話 為什麼 這也在 因為我才知道原來 他是圓形凸上面蓋一個夾髮 假的嗎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去游泳的時候 他就一直抬頭蛙 一直永遠是抬頭蛙 永遠是抬頭蛙 然後我想說 奇怪為什麼游泳的時候 他都頭髮不會濕 而且他也不會戴泳帽 因為他戴泳帽 好像對那個頭皮不好 對 很酷喔 好想知道是誰喔 那生活中有什麼嗎 有人有碰到什麼 你老公比較偏执的事情 我覺得有這種男生 其實比女生還在乎一些 瓶瓶罐罐怎麼擺 那種真的 真的 我先生很在乎 尤其是女兒的東西 可能跟小孩子有關 像我如果 他的乳液每一罐 擦臉擦身體 然後還有防蚊液 都是要擺一排 然後很整齊 然後我女兒有時候會拿來玩 那這又不只是弄亂的問題 他如果拿來玩 其實我是那種 會放任我女兒 讓他自由一點點 因為你摸每一瓶的東西 他的觸感不一樣 可是我只要我女兒一碰 我老公一定會大叫說 A不要碰 因為他說那個有化學殘留 就比如說那是乳液對不對 那我們通常是拿他來擦身體 他就說那個瓶子的外面 有乳液的殘留 然後他就說他摸了 他就會吃下去 吃下去就會中毒 我覺得有 可是有那麼嚴重嗎 沒有 因為可能 而且那是Baby用的Lotion 還好吧 Babby用的Lotion 不管是Baby還是阿嬤用的Lotion 他摸起來吃都不對啊 但是那個不是Lotion在外面 它是 可是小孩子有時候 我知道背蓋的邊緣還是什麼 而且你有時候其實 要讓他去觸碰到 就像很多人說 你要讓小孩子其實拖鞋 去踩那個大地 對 家裡有很多東西 你不可能一輩子 不讓他去碰 但是你這種保養品 就是應該要放在櫃子裡頭 讓你女兒碰不到的地方 所以後來我都是放很高 就是都不讓他碰到 但是這個我其實可以體會 你老公的想法 並不是說他Baby會碰到 或是像我 我所有的保養品 一定是從矮 然後到高 有一些人最好 而且 這是潔癖的 那妳排完以後 有叫他們達術嗎 我跟你講 還有別的喔 我在我家還算好 我如果拍戲 到外面住飯店 飯店上面 有時候不是會附一個小盤子嗎 清潔組 對 是放東西 我會把他所有東西收起來 擺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然後換上我的保養品 比如說我有酒罐 我就會 1 2 3 4 5 6 7 8 9 線對線 排對排 天啊 那如果高矮一樣 你要分粗細嗎 對 還有顏色 粗細分前後 連到三條線 會有什麼Bingo獎嗎 對 會 會有禮物 絕對 而且你知道這有個好處是 我從來都不讓服務生進來打掃 我都自己掃 我有一次回到我的房間 我馬上知道我的東西被動過了 是誰動的 誰動的 後來就發現是一個不知名的服務生 他並不曉得我的房間 不能進去打掃 而且他還關了我的燈 因為我一定有一個燈是開著的 一個小燈 我記得 我就是有這種有點偏執狂 加強迫症的人 那你會離開房間的時候 把你那個棉被皺褶拍一下 看一下嗎 沒有 他每個頭髮 其實我根本不需要喔 葉君 我根本不需要 我睡覺是完全不動的人 所以我怎麼進去 怎麼出來 被子一拉就好了 睡覺不好 你看 女士官嘛 今天我們也結論啊 最有偏執狂跟最固執的 就是女生 沒錯 因為我之前遇過太多這種 尤其正妹那種偏執狂真的 所以在座應該還好啦 可能會比較有 奇怪 對啊 我是男的啊 沒有 正妹很多都是有偏執狂 因為以前有個女朋友也是 她會晚上的時候回到家以後 不是男生就把那個皮夾丟在桌上 對 她就會拿起來 然後幫我把所有的紙槽都折好 有這種的 然後對號對好 可是這個為什麼要貼紙 對號要對好 真的 沒有 正反面 第一個正反面 第二個折到 她就會對齊 你說就是頭要對頭 頭對頭 有這種 但這個我也會 然後一千五百 然後一百的這樣順序對好 我想說還好啦 不要偷錢就好 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弄那個沒什麼關係 結果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覺 說樓下怎麼能燈再亮 我以為是人家在偷錢 結果看到她在樓下 你知道她在幹嘛 在運那個紙槽 這粗誇 真的真的 她在你家樓下運紙槽 她是不是喝醉了 沒有 妳知道她怎麼運的嗎 她在做假操嗎 她拿那個衛生紙 我們講那個廚房 面紙噴濕以後 然後放上去然後再運 然後再夾一層然後再運 她說這樣才不會運 有需要嗎 隔天都花掉了 她跟你在一起壓力大 讓她要做這件事 你給人家多少壓力啊 妳以為她跟她女朋友 在一起壓力不大嗎 妳看看啊 妳看看我 有沒有覺得 可是我問她為什麼 她有說她就不自覺 看到她手會受不了 會忍不住 後來是真的有去看一件事 真的 偏執狂的 有偏執狂的真的會這樣 比如說我們在外面買東西 她會給你三張 一張是發票 一張是買賣單 一張是你刷卡單 我一定要三張對好定在一起 我也要耶 妳會不會弄不見呢 我就會跟櫃台要 請她幫我三張定在一起 我沒有辦法看她亂 那一定要腳對腳對不對 對 天啊 好可怕喔 你看女生多可怕 好恐怖喔 算了 好可怕 我有時候會受不了我老公 因為我是屬於一個 這個東西放這邊 這就是永遠放這邊 所以我老公用 沒有放回去 我就會說你怎麼了 等一下再放回去可以嗎 對啊 不行 就是要馬上放回去 然後她沒有馬上放回去 我就會說 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然後她就會說 你很適合當兵耶 對 然後她就說 我跟你講我超適合當兵的 因為我就是每天七點半 會起床的那一種人 哇塞 你去報考應該報考就可以上了 而且我每一天做的事都一模一樣 我早餐吃同一家店 我中餐吃同一家店 而且我菜式每天一模一樣 那很無聊耶 那你這樣是用鐵盤子鐵碗嗎 對啊 所以我加什麼東西最多 為什麼會變當盒 因為我東西 我無法拒絕飛機餐 飛機餐就是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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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好 只要一格一格一格擺好的東西 我怎麼樣都吃 而且她對便當真的非常興奮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想說 我們每天都吃便當很煩的 尤其他們拍戲的 戲劇咖 每天耶 那個是三餐都在吃的 可是她很愛吃便當 太厲害 便當王耶你 真的 我每天來 便當來了沒有 然後我每次都選同一家的 控肉便當 每一天 控肉來了沒有 控肉來了沒有 那你天天吃便當 吃控肉便當的喔 所以這一集不用錄啦 大概就是 女人或是 女人 YES 不是啦 結束了嗎 沒有啊 也也是有男生對一些 有嗎 男生有 像我們家男生 李懿先生 對他的球鞋超級偏心 對啊 男孩子通常會有一個興趣 比如說收集帽子 就不准你碰他帽子 收集鞋子 皮帶或手環 就不准你碰 我覺得那種東西很無聊 而且我有遇過那個衣架 還要一公分一公分擺好 我有心的 這個真的很變態 小燕 妳不要講到月姐好不好 她一件衣服 她衣架真的是會一公分一公分擺 然後我覺得那已經打到鷹 你要去改運 可是六月姐說她也會 我沒有辦法接受 一架跟一架打結 所以我是一件 一件一件放好 所以妳有跟小優交往過 沒有 小優說就是女人 然後臉很懵懂 但是我跟你講 你不要說我 我老公也是 他一天要待他的球鞋 除床是兩個小時 他每天就摸那些球鞋 然後上 進去喔 對 還拿半瓶威士忌進去喔 然後就在玩鞋子 沒有喝完不出來 哇塞 你知道嗎 有些人是這樣 回生我那麼辛苦啊 真的 對 天啊 那這樣感覺我還好 因為我個人是對衣服 是非常的那個算是偏執的 因為我衣服顏色一定要對顏色 顏色要由淺到深 可是有一些是混色的衣服怎麼辦 混色衣服 就放最旁邊有一個 混色衣服我就跟迷彩的放在一起 迷彩那種比較混色 我就會放在一堆 哇 那我覺得跟你聊完之後 我發現我還好了 對啊 大地色系 我不會買這種衣服的顏色 因為我的膚色跟這種顏色太像了 我不喜歡這種顏色 先生在聊他的品味 對 因為是顏色的 而且其實你們膚色沒有差很多 因為對 我們是黃種人 我們穿這種顏色 我覺得會感覺更暗黃 格子襯衫那種你要怎麼擺 格子襯衫 因為那個太黑了 我不太會穿那種 要黑不要 因為格子襯衫 對啊 格子襯衫 對 格子襯衫 你為什麼不可能 現在的衣服都不會穿好 所以你為了要 你看我的衣服就是 不是大黑就是大白 我不會有所謂的中間色 土黃色啊 粉紅色那種 這也是一種偏紙狂 這些 不會不會不會 我也是啊 對不對 你差不多啊 我穿的衣服都差不多 那你衣服是不是一定要燙 或是要弄好好的 當然 夢多要抱怨 是跟電腦有關是不是 沒有 我覺得很多女生 我遇過至少五六個 沒有女朋友 我只是一個女生 然後就是 因為Facebook的好友嘛 對不對 他說 我朋友很多 就不太會 比如說自己覺得好玩 或是就是跟自己有關係 或是有時候按讚 然後或是就是有打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但是有些女生 突然跟我講說 欸 為什麼不幫我按讚 他不 知道對不對 會 把我的手機拿過來 自己按 沒有 我想要請問一下 這件事有業績壓力嗎 我覺得有一點 他就會覺得 他需要很多人崇拜他的感覺 沒有需要人家就是 可是我真的都會這樣 小優你怎麼會知道 誰有按讚 誰沒按讚 我跟你講 因為我有用那個 幫你按讚的人 應該都看不到吧 那是另外一種 當然看不到 網友按的 不知道是誰啊 我說的是那種Instagram 因為Instagram是 你看得到人家有沒有按你的讚 或者是人家按了誰 然後比如說 我就會很在意 我的男生朋友 或是我的男朋友 有沒有按我的讚 好 他不按我沒關係 但我就瘋狂看到 他按一堆大魯妹的 不是啊 對 因為他跟你熟嘛 他就是覺得 對啊 不需要按讚 每天都會看 按什麼好讚 為什麼不幫我按讚 班上那些大奶妹按讚 而且你這樣沒錢就可以看到 把你的照片按讚 按得下去嗎 真的 這還要問嗎 真正讚的東西 才會按下去嗎 真的 沒有啦 因為 就是因為你的過去真的不讚 所以沒有辦法按讚 其實小梁哥滿愛 來我的Facebook留言的 對啊 不是 我想說鼓勵你嘛 因為想說 對不對 你在上面都留一些 很傷心的事情 小梁哥 你不覺得很丟臉嗎 什麼丟臉 為什麼 他在他的少侠 其實都轉過去 轉過去 你真的說出了我心裡的想法 像我先生是會去看 我有沒有 按別人讚 可是其實那個內容 假設是反男人的啊 或是反什麼反什麼 是時事啊 那我先生會知道 他回來就會突然說 你今天心情不好嗎 為什麼要按了一個 比較激動 對 他會知道耶 所以當然你先生很愛你 很注意你的一舉一動 他超注意的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被人家這樣追蹤的時候 你也會有壓力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也不要人家給你按牌 所以小梁哥這樣追蹤你 你有壓力嗎 其實我滿開心的 因為沒有 因為你跟我的狀況比較不一樣 不要拿我跟你比好不好 啊 我們不是一國的嗎 抱歉 是一國的 哪呢 以上在電腦的部分 再見 還有碰到喝飲料也會喔 蛤 就是之前有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 然後他就是 有第一次去跟他管那個夜市 然後不是有台灣在買那種飲料 然後要擦 要擦那個 要擦吸管對不對 因為我們上級學長 沒有那種東西 那我要 我要直接擦的時候 他就是突然就是很緊張 然後就 就把那個飲料就藏走啊 然後我說 你怎麼了 飲料是髒的嗎 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說 你幹嘛 你幹嘛 去拿那個吸管 然後一定要擦在正中間 他才開心 一定要在正中間 所以每一次 每一次我喝NNN的時候 他都會搶過來 然後就是幫我擦 所以真的蠻有趣 因為如果我要鬧他的話 我就故意在他面前 就跟他擦歪了 然後他 你有無聊耶 他會生氣嗎 他會生氣 要擦就好啦 他會生氣 他是不是喜歡 去pop裡面射飛鏢 都要鄭重黃心這樣 我走啦 他會不會在乎 就是那些筷子啊 如果你打開 那些筷子 然後他不平 其實也不會啦 就是他對吸管跟飲料 特別就是有種 有耶 我有碰過對吸管 他不准人家咬吸管 這個很討厭啊 對 因為我很愛咬吸管 等一下 女生這個 我跟你講喔 我來台灣的時候發現 台灣的女生很會咬吸管 很會咬 因為女生 台灣女生愛吃醋 愛吃醋 不會咬吸管 什麼謬論啊 你是一個心理測驗啦 小優 你不要一竿子打翻一傳人 I'm sorry 其實咬吸管是不好啦 後來聽說上面是 因為那個吸管本身很多 塑化精一些 而且很難看耶 我們日本人 不覺得很性感嗎 對啊 沒有 你先打出一個 結出來的性感好不好 那如果是性感的女生 咬吸管給你看 他咬吸管的時候 舌頭還會伸出來 我看過女生咬吸管 咬一咬 用吸管剃牙 把那東西塞在那個吸管中間 再把它吸進去 那很方便 誰啊 他很噁心喔 可是你這個 好像還滿方便的 他好噁心喔 還有那個 有時候那個吸管的另外一頭 是尖的嘛 對不對 他把它拉出來 然後剃牙 喔 天啊 好噁喔 真的好奇 你亂說 這個台灣的爸爸媽媽 不會教育嗎 那你說 日本人比較規定是不能嗎 應該你們 禮貌上對不對 我真的這個東西好奇 因為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就是 之前加碗的女朋友 我要喝你的飲料 吸管就是咬 對 變平的是不是 我在日本 其實韓國也是 我沒有遇過這時候的女生 我來台灣的時候 第一次遇到 你說你那個女朋友 都一直咬吸管 不然她跟你在一起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咬 找不到臉 找不到 這個 辛苦辛苦 結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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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Andrew有碰到獎輩給你壓力 是不是 我有首先說 我很愛我的岳母 OK OK 岳母我很愛你 先消毒 OK 就是 就是 我每次就是回到我老婆家 看她家人 我們每次起床 她媽媽 每次要給我們喝茶 她說我們必須喝 這樣就是要好好的開始我們的一天 早上喝熱的很正常啊 對身體好 但是我必須喝 我沒辦法 不能喝 我不能全都喝 真的有的人家裡很熱情 你看她家裡面客廳 就擺了一個漂流木有沒有 然後上面就有那種茶具組的 倒水的 她就是 她就讓她三個杯子 誰來她都給她喝 這樣 對 她有燙過來 你不喝不行喔 你不喝就是真的不給面子 對 真的 要喝 要喝 小燃哥你剛剛講對 有些人的茶組裡頭 可能只有五到六個杯子 外國行男們 如果你碰到台灣人很熱情 他就總共就做這個六個茶杯 你也不知道前面有多少個人喝過 如果人家請你喝 你會敢喝這杯茶嗎 沒有啦 台灣的就是 泡茶之前 杯子都會燙過 但是他永遠就是那六個杯子 這已經用熱開水燙了 對 有消毒過 你們會敢喝嗎 少俠應該不敢吧 要看那個杯子 如果那個杯子看起來很髒就不好了 可是是長輩喔 可是有些長輩的杯子是 他是 他是故意養生 百年都放在那裡面 從來沒有拿去洗手來洗過的 那種的 你幹嘛 就是他杯原 都是黑的啦 都是夠那種 可是這樣才有茶香喔 對 那下面都是萬能夠的茶香 我真的要當家 對 那個茶杯 不要為了她 好啦 少俠不敢 但少俠的女生朋友 也有很奇怪的怪癖 對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也有很嚴重的強迫 她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其中一個是 她對書非常就是 要求她要很乾淨很整齊 而且她有書架 所以她那個書架上的所有的書 都以作者的名字排序 ABCD這樣嗎 對 作者的那個還有大小 還有那些書都很乾淨 如果別人要碰她的書 他們要先洗手才可以碰她的書 她也不會把書借給別人 因為有一次她借給別人 然後她那個書背中間那個地方 有那個痕跡 噢 折到 對 折到 就是你看書架會這樣子 她不能接受 在書架的任何書有那種痕跡 所以她就看書 她也會打開一點點 不會完全打開 避免才會有那個東西 她真的很愛書 我有部分是這樣 我借人家雜誌或者是書 我非常不喜歡 很多人看書的習慣 非常不好又去看雜誌 對 要發那個用力就是了 對 折到那個邊邊 然後那個 雜誌就會有折痕 對 我心裡想這不是你的 是我的 對 你怎麼可以這樣折我的雜誌呢 對 而且小蘭哥也是嘛 我以前課本跟教科書 我都有買 可是一個學期用完都是新的 那應該不太一樣的 這個你都沒有在看吧 你是根本沒看啦 有拍過嗎 我跟你講 這是根本沒在念書嗎 叫那個參考書對不對 我寧願拿一張白紙上面寫 一二三 就是寫選擇貼單 我也不會寫在參考書上 為什麼 分開寫 真的 你自己有要再賣給別人 可是我跟你講 我受不了書辯舊 我連劇本 我的劇本永遠都是白的 我不會在上面寫字 我也不會畫 一般人拍戲 不如上面一張筆 我只要畫了螢光筆我就不要 我在教科書一樣 我上大學 大部分的同學都是會做筆記 直接寫整個書本 對 他們會覺得很方便 我的書本 學期結束完全是空白的 沒有做任何的筆記 那你怎麼考試呢 重點是考試的時候 我完全不做筆記 你考試可以另外 在哪一本 筆記本 對 有時候你要對照啊 比如說你寫一個句 還要對 考試的東西你要幫 所以到現在女生都還沒畢業 不是一個不做筆記的人 所以到現在都沒畢業嘛 因為都沒有人在念書 不是 因為你寫過一次之後 你不能再重複使用那個教科書 但如果你想要再複習的話 就不能使用了 而且有時候會覺得很錯亂 上面東西太多了 不舒服 對 而且男生有時候 借雜誌出去的話 回來都會黏住 就打開了 對 這是打開了 那不一樣的 男人生活中也有一些堅持 是被女人逼的 洗完的時候 我都會跟我老婆 你要分類 就是盤子啊 杯子啊 那個餐具啊 對 不能一起洗 對 然後你有一個測試啊 什麼意思啊 你先洗那個盤子 然後你放好 再來洗杯子啊 放好 再來洗餐具放好 但是有很多時候我看到我老婆 她一起洗 然後這個 然後我快瘋掉了 你不能這樣子 老師你要求你老婆 對 我會一直唸 你有病嗎 為什麼不能一起洗 對啊 當時要擺好的事 要再擺整齊 有話好說 對啊 千萬不要這樣說 什麼 但是這一集根本來講我 你又有 劉樂樂姐做專輯好了 都... 劉樂樂姐太厲害了 都有耶 專訪 就是他們先回去我們兩個專訪 點燈嘛 我跟A主好客氣 我跟你講洗碗是有技巧 這樣才會快 我跟她是一樣 我一定先把大盤子 小盤子全部洗完 上架之後 再來洗什麼 洗小碗跟大碗 但沖的時候先沖小碗 小碗上去之後 再疊大碗上去 你才會排列非常地整齊 跟漂亮 都快吸不住了 好難喔 耶 可是這是一個習慣 你不需要設定啊 因為就是你洗碗 在家裡洗久了 你自然就會有那個習慣 可是你會看習慣 你的烘碗機是乾乾淨淨 排列整齊的 可是我告訴你 你小孩生以後 真的沒有辦法這樣 因為你會累到 你就覺得只要洗 有人來幫你洗的時候 有洗過就好了啦 對 你會覺得好開心 因為當你一天要洗五次碗的時候 你不會在乎他整不整齊 好不容易有人幫你洗 你也可以叫孩子 這樣子洗碗啊 我跟你講 這是可以被訓練的 因為一開始小易也不會洗碗 對 後來我就把這一套 全部交給他 所以現在我們兩個的洗碗 是有一個那個SOP流程 哇 欸你們很像 廚房的洗碗工的師徒制人 所以如果拿請一個打掃的 你會要求他要這樣嗎 我根本就沒有辦法請打掃的 因為你會瘋掉 我會瘋掉 因為我曾經有碰過 我想說我那麼累 我找人家回來打掃 我跟你講兩個小時 一千五算很貴了耶 每次他來洗碗走的時候 我快瘋了 因為我的垃圾桶 如果擺在這個位置 他只要擺在這個位置 我就瘋了 你就把他移回去嘛 可是我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花一千五 找一個人把我的東西放在 不是他原來的位置 然後你還要再放回去 你為什麼當時候打掃的時候 我覺得你要花一千五 去看一下 Eason 我是覺得不需要那麼要求 你知道嗎 RELAX一點好不好 真的要放過自己 不然你會很痛 可能生完小孩會好一點 聽完都覺得都記不住 頭好痛 因為有很多人會 因為以後你剛剛 就你說你生完小孩 一定會好一點 因為你的小孩會 Break your rules 全部都拜託亂 我跟你講 真的很難 他是嬰兒拜託 你看我現在肚子這麼大 對不對 我不能接受我們家的地板 還是別人來刷 所以我就是孩子一樣 每天深蹲刷地板 哇塞 不要 不要這樣 而且我今天 而且不要這樣 我今天只是跪在地上 擦地板那種 你看會心疼的 真的 你看那個腿那麼多巴了 不要 他負責別的東西 地板跟馬桶 然後是我負責 因為我沒有辦法看他刷地板 不乾淨 不要這樣 你要放過自己 你才能夠擁有全世界 真的 對 我跟妳講 是自理理言 這一集我錄到這裡為止 我不再講話了 再聊一點 再聊 那法比歐呢 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堅持 對 這是在我的家 因為我記得我家的房子 然後我不喜歡 不正的 不正 東西一定要擺在中間就對了 有那個沙發跟那個樓 所以這個沙發是在這裡 然後那個桌子在 OK 在這裡 可是我朋友 我覺得這樣比較漂亮 我覺得比較漂亮 那有一些設計師 那種他一定要故意設計 一個歪歪的東西 對啊 那你去法國巴黎 是不是很痛苦 你要去扶嗎 我要去扶嗎 巴黎鐵塔 義大利 不是義大利比薩鐵塔 好嗎 比薩鐵塔 拜託 剪掉 不是 那總會有朋友來家裡面啊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 欸 德利有問題 喔 人不出會 我這樣很煩耶 喔 朋友會弄 沒有 我比較喜歡 比較喜歡 就是要正的就對了 你知道小孩子的時候 在地上放手在這裡 沒有那個顏色 不同一樣對不對 所以如果 如果 我做 粉紅色 我做 一定是粉紅色 如果是白色 粉紅色 粉紅色 你連左腳 右腳都要看一樣的顏色 我知道 我知道 那這個我也會耶 就是過馬路的時候 這是一個遊戲啊 我的腳一定要踩在斑馬線上 對啊 我要承認 我也是有這個問題 有啊 因為我也是處理座嘛 可是我從小到現在 如果是走到那個人性的那個道 那種地轉那種東西 有一格一格的 我不要 我不可以就是踩到線 不能踩到線 對 不能踩到線 然後過馬路那個斑馬線的時候 我一定要踩到白白 所以其實你看有貼紙狂的人很多啊 你要不要跟他踩 對 其實 斑馬線很大步耶 為什麼 為什麼有時間去看線啊 你們走路為什麼不看前面 都看街上 沒有 我發現 因為我上次 我住在這邊附近嘛 所以上次錄完的時候回家 我就是有發現我還是有這個病啊 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 我們有玩這個遊戲 如果你看到一個線 他們說你不能踩 你應該聽到 就是如果你壓到線 會破壞你媽媽的腰 有這個說法 不是說真的 就是在美國 我們都是說這個 意外變得很孝順耶 可是我真的有猜到我會不舒服 我也有這個 就是猜地方的那個問題 就是比如說 如果你知道有銀 還是那個shadow 我就會就是 這個shadow 如果人的就是 就是 就是 這個shadow 身影 對 我不會踩到 我覺得 我對它不好是嗎 你不踩影子 所以你不踩別人的影子 就對了 我們小時候會玩個踩影子的遊戲 我最喜歡踩別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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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說踩影子不好對不對 會嗎 會嗎 是鬼故事有講過 會衰七年啊 對啊 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小優了解 因為鬼故事嘛 你就是要離你的了啦 但是有的時候 有就是更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如果太陽比較低 那身影就非常長 我就不知道怎麼就是 怎麼閃 而且它現在 它如果在你身邊 一直轉圈圈 你不是就是 我覺得自己要起一個 精神科醫師 真的 我覺得我們都有精神觀能症 對啊 而且上面寫說 然後你接吻前都要去刷牙 請問你是常常帶牙刷在身上嗎 是這樣 就是 比如說 因為女朋友一直喜歡就是 親吻是不是 但是 我一直就是會想到 嗯 以前剛剛就是吃過飯 就是 吃豬還是吃肉 就是 它那些東西 很容易就是 發這個 發 有味道 大哥有味道 女朋友吃完韭菜盒子不行 如果說 親吻我們現在就是刷牙 用牙線 還有用 用出口睡 那就非常 但已經不浪漫了啊 他已經不想親你了 那個氛圍已經過了 沒夠了 然後還要分替牙 有的時候 他慢慢逼近 比如說像小優 突然聽一下 然後舌頭已經伸在 這樣 你要怎麼躲 你沒辦法躲啊 如果小優就把他咬斷了 我覺得這樣很不浪漫耶 但是我其實一點點了解你的感覺 台灣其實還好 我之前在韓國的時候 剛就是有女朋友 或是曖昧對象 要親吻的時候 哇怎麼都是泡菜味 大蒜跟泡菜 對 然後日本人就是 你看你看 不會到那麼誇張的 但是我們基本上 都會帶口香檔 或是比較香香的 講到吃東西 少俠也有自己的偏執狂 我覺得你們都很奇怪 因為我是小的時候 我現在講的都是小時候的事情 我現在完全沒有這些的 像以前餐具 就是盤子丸 下面有一個標誌 可能它的logo 我都會先看 它是要正面 就是我才可以放下盤子 我知道啊 對 有些人會這樣 就是很奇怪 還有 你有病 對啊 方便吃就好了 或是遙控器 它在我的手中 如果它要某個位子 如果不是這個位子 我會覺得不舒服 然後我要轉台的時候 如果我按那個按鈕 然後我覺得感覺不對 我要再按回去 再按一次 對 你也會這樣子是不是 我不懂 什麼叫做感覺不對 你們要集合一下 什麼好感覺不對的 有關節炎 有關節炎 你的團爆啦 你跟六月爵一起團爆 你會坐那邊啦 陸神科醫師 真的有病 跟六月在一起好了 真的有病 我跟你講 兩個過來 我也會喔 如果我要看42台 我現在在33台 我會一台一台轉上去 為什麼 你會不會按42呢 我就是看別台嗎 我如果轉到42台再轉回來 我又是一台一台轉回來 為什麼 我想要看每一台有什麼 對 那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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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拇指接觸到那個空間 她的意思是說 她是覺得手感不對 她也說如果她42要轉到33的話 那個3是用回的 回到的話不行 一定要回去再重新 要扎扎實實 從中間按下去就對了 要扎扎實實的往中間死裡 要開想 那你病得比較嚴重喔 那你病得很嚴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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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老公有個習慣 我不論去哪裡都要帶單眼 去 我有朋友也是這樣 去樓下買 超市買東西 他要單眼 他是怕會看到命案現場 是不是 沒有 他就是隨時都想要拍東西 為什麼他隨時都要帶單眼 他喜歡攝影 因為就覺得路過的風景 沒有樓下來可能很可惜吧 他就五時皆 我有認識 可是單眼相機很重耶 所以我覺得很煩 而且我覺得藝人 其實這是我的缺點 就是我覺得藝人 多少對單眼 是有點恐懼的 就我只要有一個人 戴著單眼跟我這樣 外門的聲音 就是我會覺得很恐怖 但他完全 他是不喜歡拍人的 他有那個高射炮 出國一定要帶高射炮 去香港帶什麼高射炮 多帶一個行李對不對 對 他喜歡帶那個就是 是要偷看隔壁房間 在做什麼事嗎 太心童啊 他要拍照片 然後香港拍回台灣 他有理由的嘛 我真的太色了 我居然覺得 他是要拍隔壁房間 對 穿透這樣 對 其實去山頂 投個十塊就有了 你知道嗎 就可以看了 他要紀錄 他拍那個新鬼啊 對 很愛拍照 你真的會這樣 他就是這樣 可是我認為跟這樣的人 是某種程度上 他也是一種強迫 其實還不錯啊 如果我們要出去玩 救你老公好 幫我們拍照 對啊 我們還蠻缺的 沒有 但重點就是 他沒有要拍人啊 也不給錢 還要拍風景 而且我告訴你 拍風景的人 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他拍人都拍得很爛 因為風景也是要等 真的 他就是他拍風 他專長是拍日出跟日落 所以他擅長等待 拍人是要moment 拍藝人 尤其要快 因為你最美的感覺 是在一個moment 所以他每次拍我的時候 我就說 好險我是何宇文 我不夠猴 你要是拍林志玲 你讓他這樣等喔 他早發火了 我就這樣跟他講 天啊 他拍人拍的 又要等那麼久 對 因為拍風景 好不好不要約好 對 我有認識一個男生 他是就要擦他自己的身體 他出門之前 你要擦他自己的身體 不是 你擦他身體啊 你跟大體在一起啊 對啊 不是啊 你知路啊 就是他一定要 他第一次死掉會緊張 會冒冷汗 會冰 很爛的笑話 第一次走會緊張 不是 是你弄上他了吧 沒有 還沒 是他就是一定要 還沒 洗澡啊 吹頭髮啊 然後弄完一回合之後 然後重新抓頭髮 不戴眼鏡他才要出門 所以我譬如說 收工之後沒事 就等下說 要不要出去什麼 他就說 你為什麼不早講呢 他不喜歡林志玲 是要多早 有的男生出門前 一定要洗澡 他就說 你起碼一個禮拜之前 跟我說好 我今天就會 留時間要弄頭髮 為什麼好弄頭髮的 我都沒有要弄了 也有那種有點 像如果我要出國 或者什麼的 我不可能是前天 去準備全部的東西 我一定會是 留東西到最後一秒再去做 然後女朋友在旁邊 一定會在那邊念念念說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不去做 因為我是覺得 要出國是一個 我會有一點壓力的感覺 因為要把很多衣服啊 就想說 你是因為不要被拘提回去了 他只有一天答應 為什麼會這樣 回不來 沒事 我暑假作業 都是最後一天才寫的 你不覺得這樣子 真的有效率嗎 那是偷了 小良哥難怪你課本都新的 我完全可以 體會凱傑的想法 你知道我以前也是那種 可能三天前就開始收東西 後來就發現 我到當地 我有好多東西用不到 因為你在太早前面收東西 你會想太多 你會想太多 你會覺得 吹風機要不要戴 明明那邊就是有飯店 你會想說 那這件外套要不要戴 萬一天氣冷的話 那那件衣服要不要戴 萬一我用得到白色的衣服 麻將桌要不要戴 自動洗牌機 自動洗牌機要不要戴 到最後你就發現 你什麼都用不到 對啊 所以我到最後就進化到 反正我要走了 前一個小時再收就好了 可是憑心而論 女生出門還是比較麻煩 像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很奇怪 大家女朋友不是就是要 一定要勾手 要不然就要食指交扣 好 這我們都可以接受 她很奇怪 她一定要手放我屁股上抓屁股 她說她沒有辦法勾手或握手 她一定要 怎麼抓 她怎麼抓 你舉例 你不要找我 夢抖 她就這樣 你在前面你處我 她就要這樣抓著這樣走 很奇怪 然後到哪裡都是 甚至我們到電影院 我們不是坐在那個沙發上 她還要伸在我屁股跟那個 電影院那個坐墊下面 然後這樣抓 她覺得說她這樣有 抓到一個東西有安全感 有安全感 那如果你的皮夾 剛剛我擺那邊她喜歡嗎 她要肉是不是 她說皮夾一定要放前面 然後後面要真的有肉 才可以抓這樣 然後甚至於 但你開心嗎 沒有 那個真的是要有一些 一些的那個天分 你確定你以前女朋友 不是扒手嗎 她一直那個手感要一直 手感 不要這樣 你這樣抓久 你的肌肉會鬆弛耶 屁股耶 沒有 應該會更練得更緊吧 是嗎 好奇怪喔 重點來了 重點是 連跟我媽出去 她都要這樣抓著 她抓你媽媽 不是 抓我啦 抓我 抓我媽幹嘛 抓管理員 對啊 對啊 然後這樣抓著 我媽都 腰壞我破了 真的很好 那你們還受不了 男生們什麼偏執的衛生習慣嗎 我覺得衛生習慣 因為每個人不太一樣 如果一直要去規定 別人真的很煩 我之前有認識一個男生 他就說 戴隱形眼鏡之前 一定要用多道手續 把你的手消毒乾淨 才可以戴 這樣真的比較好吧 也不用那麼多道吧 我都直接拆耶 直接拆很危險吧 他說什麼 食鹽水先沖手 然後食鹽水再用夾子 把隱形眼鏡夾起來 再沖眼鏡 然後你再把手擦乾之後 然後要用一點點東西 用那個濕紙巾再擦過一次 因為上面有可能會沾屑屑 對 然後再放那隱形眼鏡上去 我戴完隱形眼鏡要半小時了啦 這個時候隱形眼鏡已經乾掉了 對啊 這樣好煩喔 沒有 可是我覺得這一點 我可以同意那個男生 因為我也對我們那個廁所 其實蠻重視 但我後來發現女生更重視 因為覺得她那個是她的 每天在那個撲粉的地方 非常重要 所以她就規定我說 洗手台旁邊一定不能沾水 我有這個 如果洗完以後一定要拿那個 擦完手的衛生紙再抹乾淨對不對 我都會擦乾淨 對 然後有時候有幾次真的男生 就是比較大力一點 會厚比較大力一點嗎 一滴水都不行我要擦開 她就幾滴水 結果我早上起來的時候我嚇一跳 那個洗手台前面有個大鏡子 她把所有那邊鏡子上面都貼滿便利貼 要擦手 要洗手 要洗手 要擦乾淨 要擦乾淨 整面都貼乾淨 做得不好 所以她那個阿姨現在第二次來 她就說阿姨我先給你看 你應該要怎麼打掃 她就給阿姨看打掃整個家裡 然後阿姨後來就按照她的方法 來打掃那個房子 阿姨如果去完你朋友家 再去六月家就OK了 她很快就要崩潰了 阿姨是打掃機 阿姨學完就說我要辭職 算你自己掃 我再也不要做打掃了 然後那個朋友她很害怕生病 也很害怕那些美菌什麼 所以她隨時都會帶那個殺菌的那種 酒精罐 消毒水 有這種人 你到哪裡 你噴什麼東西 她覺得不威脅太好 她會把想噴 對 我有認識這種人 她就是比如說 因為她也是藝人 然後如果她比如說 等一下要見粉絲的話 她就直接一直噴一直噴 可是我剛剛 噴粉絲還是噴你 噴粉絲臉 噴粉絲 噴粉絲 我的那個朋友她不只這樣子 她比方說現在有一點咳嗽好了 她就會上網查 她有可能是有什麼問題 那她都會想最誇張的一個情況 她會覺得 我好像喉嚨裡有癌症 那她非常非常的安心 她趕快拋醫生 醫生跟她說沒事你就是這樣子 她就好險我這次就這樣子 但是我真的差一點 她有沒有可能是她小時候 或家裡有出過什麼事 因為有可能 像我先生是非常注重那個整潔的人 應該是 不是東西白整潔 她就很注重那個就是 衛生 但我發覺是因為她小時候 有不小心生病 然後感染過細菌 在很小的時候 然後造成 因為像我先生也是人高馬大很高 然後看起來身體很健康 可是因為小時候生過那個病 她就對細菌非常的害怕 所以有可能你要去問她 因為她有可能是 就是那叫精弓之鳥 有可能搞不好她家裡有人 不小心生過什麼病 她不可能生下來就這樣 這也是有可能的喔 對 像我先生是對於那種什麼 連水啊 像我不知道你們家水是什麼煮 一般人是放到熱水瓶煮對不對 那濾水器啊 濾水器啊 濾水器先濾對不對 濾水器 她是堅持一定要那個 瓦斯爐用火燒 就是很多人是 濾完之後直接擺熱水瓶 讓它沸騰就好啦 對 她是一定要用滾 濾水完還是要滾 沒錯啊 我爸也會這樣 滾三分鐘以後 那我跟妳講 她講的是用插電你的 她講的是用瓦斯爐 你的是用插電 瓦斯爐打開瓦斯 熱水壺 她說要嗶 要嗶 第一這樣把它燒 燒開之後 再把它擺到熱水瓶 再沸騰一次 等於就是先濾 水不能燒 水不能燒那麼多次 對 但是她 就是可能那個水已經會變質 對不對 可是她就覺得這樣才會沒有細菌 我有一個女朋友 她很愛用微生紙 就是擦那個碗 然後呢 這是一定要的啊 不是 這是貼心的表現 我都會 幫男朋友擦碗 然後再幫自己用啊 杯子 筷子 我想擦你的臉啊 你去 這個OK 如果路邊燈吃東西 路邊燈OK啦 但是呢 他人比較高級的地方也差 五星期飯店他也會嗎 他會 我跟你講 而且問題是 如果好沒關係 像日本喔 如果這樣做超級沒有 就是 沒禮貌 真的啊 我去日本也會差耶 我去日本 你拜託不用來日本好嗎 那沒禮貌 你小心 你簽證直接出發耶 我去日本 我還問你去哪玩 你還跟我講耶 那是OK 你不耍客啊 白癡 好可憐喔 拜託我不要去日本 你管我 對啊 他附近經濟發展 對啊 你這好乖嗎 夢多你還不了解嗎 台灣不希望他帶來台灣 可不可以不用來到日本 嚴重了 一年都幫你來好多本 沒有沒有 我覺得 幫我就是貼心 OK 如果就是吃那個平價的路邊當 但是問題是 我很不喜歡 他擦完的東西 還是放在桌上 如果我 或許就是 我就是要給蘭達做這件事情 如果 為什麼他不會藏起來 或是丟在別的地方 他很奇怪 就是 他以為只有 這個東西擦乾淨 因為他會 吃得到的東西嘛 但是我覺得就是 有些看 就是看慘 那個 看慘的啦 因為有時候就很沒禮貌 必須要說一件事 有時候女生的偏執狂或強迫症 是為了訓練 男人 像女生過馬路的話呢 我覺得男生真的一定要 牽著女生的手 因為 對啊 你是有被人家推到快接到嗎 對啊 就像推到那個公車專用道上 是不是 他有被推過 就是因為曾經有發生過車禍嘛 所以我就覺得行車安全很重要 是真的有發生過車禍 我真的有發生過車禍 為什麼 就是因為男生沒有牽著你走 也不是啦 但我覺得馬路 你叫我沒有安全感 對 馬路如虎口嘛 然後我就曾經有男朋友 就是過馬路說 走走走走 然後他就自己固自的走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很生氣 我就站在原地 然後他說 Baby 你幹嘛不走 我說 你要欠我 你這樣欠走 大馬路中間你這樣 然後 然後公車就過去了 沒有 他男朋友說 那乾脆不要走 我們繞路好了 為了不過馬路我們繞路好了 永遠到不了目的地 沒有 可是我覺得這是真的要 因為 因為他不牽我 像我跟我 以前我跟我姑姑出門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走在馬路上 那時候我姑姑走外面 但你知道路上有些人是神經病 真的 我那時候就遇到 真的 遇到一個精神有狀況的人 他就拿了小刀 他拿了小刀 就往我姑姑這邊走過來 可是那時候我的姑姑走在外面 走在外面 然後那時候我一看到那狀況之後 我把我姑姑趕快推進去 然後我把那個人推開 不然那個人拿著刀是在那邊亂畫的 從那次經驗之後 我發現 只要跟女生走在外面有沒有 如果讓女生走在外面就不對 你一定要讓女生走在內側 對 因為車子來的時候 有時候 你說說我們身體撞 我們撞一下可能可以頂一下 女生就沒有辦法了 像我之前也有一個女朋友很迷信 她出門前都要 她養了一隻那麼大的殘廚 是 是真的殘廚 那種瓷的那種咬錢殘廚 去開過光的 風水的擺設 她要去什麼財神廟開光 那麼大一隻 然後出門前她就說 就有規定說 她說媽媽要出去賺錢喔 你要保佑媽媽 這次賺很多喔 這樣回來 我覺得一開始還很怪 回來也是啊 媽媽 你看這個媽媽的通告費 你聞一下 聞一下喔 記得聞喔 這就是錢的味道 以後呢就要去咬囉 這樣 也不錯 通告費 有些人都會這樣耶 你說通告費 你女朋友是藝人啊 喔 喔 為什麼 對 但後來這樣我要講是後來講 對什麼 對什麼 誰啊 是某個節目嗎 還滿紅的啦 對 然後後來就這樣 我就是這樣 一開始我也覺得很怪 但後來我開始 她出去我自己出門的時候 說爸爸還要出去了 爸爸還要出去賺錢 偷偷的 等一下我聞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 這樣 有一點餐廚 突然開口講話 等一下會不會那餐廚 開口說 可是我的爸爸好多個喔 你是誰啊 是哪一個啊 可是難怪我每次聞一聞以後 我就發覺錢都被咬光了 都沒有用 然後那個通告都被他搶走 桌上也會遇到很多片子的人 因為像我曾經有遇過那個經紀人啊 就是他幫你拍照 有一定的要求 因為像我們有時候開錄球 會拍衣服的照片 然後我們就會站在中間 然後這時候大家都設定好 然後可能就拍一兩張 很快就拍他就說 來 腳要彎一點喔 來來來 臉要側一點喔 來這時候笑得要45度一點喔 來來來 然後這個也有 我們剛剛在裡面stand bite的時候 看你是你要求要這樣拍的 對啊 蛤 是我嗎 被交出來 然後經紀人說夠了沒 夠了沒 人家要錄影了 可是還是這樣子也是為你好吧 我真的覺得藝人難為 因為每一次你不管是參加哪一個活動 攝影師都會說 來換個動作喔 來換個姿勢喔 來來來來 再換一個姿勢 你有時候已經變到 你不知道該變什麼姿勢了 笑都笑僵了 對 為什麼 你有沒有被這樣要求過 沒有 因為一般都是拍女孩子嘛 女孩子 男生上來就咖咖兩張而已啊 可以下去 對啊 單拍 單拍女生 阿喜應該也常常碰到 比如說你寫真的的時候 會要求你換pose 也是會換到就是沒有pose換 然後他們就會發明說什麼 丟東西還要去撿東西 是狗嗎 真的 就會說是去撿東西 然後要 要natural 就是要擠一下這樣 好酷喔 好酷喔 原來還有這種方法 對啊 攝影大哥 比如說笑開 然後攝影師就說 來 不要笑開 那有時候你也有設定 他想要什麼 而且我有曾經拍過一個攝影師 他說我最美 你有拍過攝影師 有 就是我去拍照 怎樣 然後他就說 小優你知道你最好的pose是什麼 他居然說是這樣 沒有啦 應該背面吧 什麼 攝影師 攝影師是他自己 會他理想中的 有自己的想法 他溝通也很有問題 他說第一張第二張第三張 要你第一張跟第三張中間的笑容 誰還記得啊 我第一張怎麼笑我哪記得啊 可是這是為了工作 都是工作 大家也會看到這些作品 要求好 他注意到那些點也是有好處 但是我之前跟一個女生朋友 討論一個劇本 那是一個first draft 根本沒有人會看到這個東西 這是我們 第一版 就是我們自己又看要怎麼寫內容 然後他就要那個豆點空格都要改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要討論那個內容好不好 我們根本沒有看 細節 標點 細節也都要改 那個寫的字 DETAIL 對不對 其實無所謂的 每一個字都要改 那我覺得 你可以不要浪費那個時間 改那個東西嗎 我有碰過一個人啊 他也是有一點強迫症 但他真的是蠻有名的作家 然後他是我的朋友 也是長輩 你剛剛講那個就是 他有一次看完我的部落格 他竟然打電話跟我說 他打電話完 然後傳一封信 E-mail說 第幾篇有幾個錯字 第幾篇句號 逗號用錯了 他就 他有這種要求耶 但很多人都會對那個文字很敏感啊 可是這個 可是部落格 大家如果要看看小優的粉絲團 就崩潰啦 哪會 我都不會打錯字的 就直接不打字 沒有很多人 他就不能 因為那個人是長輩 他可能不能接受你打笑臉 不能接受 或是符號 或是 或插滴這種的 對 插滴也不行 因為他也不知道插滴什麼意思 對 他可能就會直接跟我說 第幾篇 他是整理了一 可能十 十則我的錯字 改錯字給改錯字 他說 第幾則哪一些 而且我們有時候用錯字 是故意好玩 他就真的 但是他是因為他是一個很有名的錯字 這有點像老闆的心態 校正了 然後他就說 如果你想要好好邁向作家之路 我建議你 這些小細節都要注意 我們外國人會遇到一樣的情況 我相信大家都是啊 例如說我們在Facebook上 寫自己的狀態 然後因為中文沒有那麼好嘛 可能是有時候會選錯字 或是什麼的 一定會有那種人在下面做會 糾正你 對 你中文已經很好了 對啊 我知道 你每一篇都寫超多的中文字 好有 可是那個感覺是就是 好像要用心去寫錯了一個東西 然後有一個人在那邊說 啊 這個東西好像不對啊 然後要在那邊糾正你 根本就不是重點 你懂嗎 如果要糾正的話 就是PM嘛 就是不是很公開的 我覺得比較禮貌 對啊 但蘇德明是碰到老闆 懷疑你在偷懶啊 他是常態性的懷疑嗎 而且這一集你偷懶很久了 我覺得我 他知道我偷懶 因為我們就是 我當對外貿經理之類的 就是我們賣監視器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辦公室 就有很多攝影機 他就會看到我在就是 玩什麼電腦之類的 所以但是我還是就是 認真的就是賣東西 然後就是他一就是開口 然後我覺得我懷疑他想 扣我的薪水 就我比較就是傻氣 對著他說話 就是啊 你為什麼這樣覺得 他說我沒說什麼 就是這個衝突 對 因為我覺得這可能是 台灣人的問題 他對這個我們個人的 這個辦公空間 比較不尊重了 因為再怎麼樣 你個人的這個工作環境 辦公室都是你自己的 真的會 你愛怎麼排 那你家是只要不要太亂就好 那我們像男生也是啊 比如說我這邊 放個仙人掌 要防何宇文這種小人 那我就會放個仙人掌 對我舉個例子 對對對 但是很奇怪 我以前有一個那個 會計大神 他就覺得說很不對 辦公室其實好像不能 百仙人掌 對但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就覺得說很怪 明明我擺左邊這樣很好 左青龍右白虎嘛對不對 我有一天早上來 然後在滑滑鼠說 我怎麼會被刺到 滑鼠不是右手 他偷偷看到 怎麼偷偷放到這裡來 他會在晚上的時候 因為他看不順你 他會偷偷把你的東西 這樣整理過 然後我後來發現 他不只是整理桌面上 他連那個抽屜裡面 你的文件 他都幫你放哪 他也幫你放仙人掌 在抽屜是不是 還是把老鼠夾 被夾到 所以他其實是你的前女友 對不對 得罪他 對他就連你那個抽屜很失眠 然後他就開始幫你 弄正弄正 其實有時候我們是文件 放一些有的沒的 他居然連你那邊都整理 然後我後來有一天 真的受不了問 他說你拜託你就 我自己來弄就好 你就不要幫我弄 他說沒有啊 可是我這樣看 因為他坐我後面 他說他會很難過 我自己覺得很煩的是 我之前還住在德國的時候 就跟媽媽住在一起 他為什麼 我不知道 每幾個月都要換客廳 所有的就是假具的位置 我覺得他本來的那個位置都很好 我有一天回家 通通都放在別的地方了 我覺得有的時候 我們窗戶那個可能夕陽的時候 太陽會反射到 從那個電視機反射過來 就你根本看不清楚 我覺得他後來擺的位置都很爛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之前的位置有什麼問題 那我幫你解釋這個問題 你媽媽是不是housewife 家庭主婦 沒有不是啊 她平常在上班 對啊 離婚了她單身 對她太寂寞了 就是這樣 沒有台灣有個說法 換人不如換地方 沒有沒有因為我以前也是覺得 家裡的裝潢不要變 後來因為我自己在家帶小孩 我之前完全在家裡 都沒有出來工作 我每天都在家裡換裝潢 因為你太寂寞太無聊 你每天在家裡 你沒有事 你就開始想要變裝潢 可是你剛剛不是說 到底有多無聊 有小孩的時候 你會很忙很累 你現在 你說有小孩的時候 你會很忙很累 可是因為她會睡午覺啊 她睡午覺的時候 因為你每天看她的東西 因為有小孩 你一定要變裝潢 是她的嬰兒床 隨著不同年紀 你要擺到不同的位置 你不可能永遠 比如說一開始 你可能她是貼著你 她大一點點你就要移開 她移開一點點 你可能你自己的床 也會想要變一下 或是再大一點 你就把它移到 另外一個房間了 所以因為孩子 或是你客廳 你要清出來 有一個遊戲區 所以你會常常變 那常常變之後 你就會開始對裝潢有興趣 我有朋友 尤其都會耶 之後就變成室內設計師 我跟他說就是有一種影頭 欸 我已經報名 我要去進修室內設計的課啊 真的 OK 你講我覺得 天啊 你們病得很嚴重耶 她又家裡一點能強迫症 比方說她在房間裡 可能擺一個 那個木頭小牆 就是可以分個那種 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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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什麼 反正它擺在那邊 但是又靠近門 所以你一進來 你會很容易碰到那個東西 然後它在那個東西上 又掛一些裝飾品 所以每次經過 可能一個圍巾就會飛下來 或是一個東西掉下來 每次都要經過 她幫你擋煞 你不懂 對 可是那個比較危險耶 那個國外圈有流行 我之前也有被那個 突然裝潢的線連 然後它勾在一起 然後我經過了 就勾到了 真的 絕命終結 大家小心一點 絕命終結 那有的時候我覺得 可不可以不要放在那邊 很不方便 他說沒有 一定要在那邊 我就覺得很煩啊 我覺得你媽是很信風水 是不是 她又記得風水的一些概念 對啊 而且我覺得你比較有問題 因為你都會在意那些東西 你都會說 這個東西變了 我媽在那邊放東西 你比較有騙子病吧 不方便對不對 沒有 如果你想看電視 可是那個 你發現那個電視機的位置 很不方便 你根本需要躺得很不舒服 才看得到 你會覺得很煩 但是有人說啦 有這麼一說 我是沒有在我身上 發生過這件事情 偏執的人 懷疑比較多 也比較容易吃醋 就這樣嗎 不會一次 是跟我的表哥出去 可是他也認識我的表哥 是拿一種表哥 對 表哥有很多種 是真表哥的 是真表哥 I'm sorry 然後他也要生氣 也要吃醋 就是他已經找不到點了 就已經有 不一定喔 因為這種事情 如果發生在德國 或者是 今天是哪裡說可以跟 伊拉克 是可以跟表哥結婚的 我不是想跟表哥結婚 但是可以跟表哥結婚 然後生小孩嗎 可以啊 可以 伊拉克可以 不會有問題 伊拉克應該可以 中東有可能可以 德國也可以 應該還不行吧 可是明明就是有新聞出來說 德國已經過了 你可能太久沒回去了 已經可以了 所以好不要 所以我們法律規定不行 之前叫男朋友 不太會吃醋 因為我本來就是跟人家 各位姐 不用一直笑吧 我會吃醋很正常 有 不會吃醋很正常 就跟妳在一起就不行 就對了 不是 就是如果我 就是個性比較開 我跟人家講話都會這樣 欸對啊 真的 我老婆超討厭這樣子的 對 然後這樣子他就會生氣 對 他們覺得女生不要這樣一直摸 覺得女生這樣很隨便 他說你這樣很隨便 對 你為什麼跟男生講話要這樣 然後比如說我跟他一起去夜店 我已經跟他一起去夜店 然後可能遇到在夜店的時候 欸對啊 好久不見這樣 這樣他就說 你好隨便 可是這是麻糬麻糬的感覺而已 但是我也會 我覺得不行 太over 他講的沒有錯 那男生就可以跟別的女生這樣 不會 男生可以接受 國外都遇到都這樣子 我們問一下八位型男 這是外國啊 我們問一下八位型男 你的女朋友可以跟別的男生這樣嗎 是小優還是我女朋友 女朋友 女朋友 不要再攻擊我了 你女朋友可以跟別人這樣講話 手就是碰一碰啊幹嘛 這樣碰一下啊 哥本的感覺 我覺得不行 我會不舒服啊 我會不喜歡 我會吃醋 我會吃醋 你可以 我可以 而且他更可以 因為他的男生朋友 根本不會喜歡他 所以他更喜歡他 你又知道 你又知道 我懂了 更獨問 夢多也可以 可以啊但是如果 如果 好了 可以轉過去了 我知道 我現在有免死金牌了嗎 那你聽一下最浪漫的法筆喔 可以 可以沒關係 對不對 看到沒有 大國人都可以清廉家了 那最有什麼好生氣 但是 喬五一七太近 我不喜歡 我來台灣之前 我就是覺得可以 可是之後 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 在台灣人都會很愛四處 然後也是會有那種 可能是明明就是 可能這個男生喜歡你 你還去那邊碰他 或者什麼 我覺得不OK 所以現在我 我比較不喜歡這樣 這是 如果我跟他不熟 我知道他們兩個 是好朋友的話 真的是好朋友 那我可以放心 可是本來我就好像說 你要求我 我不能跟女生 這樣子啊 你要四處 可是你可以碰男生 我覺得 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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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些人說是 這樣一直拍很輕浮 還是什麼 好像不只是男生 沒有啦我覺得一直拍 到時候 但是你可能會碰到 被你拍的人很不舒服 像我就極度不喜歡別人講話 一直拍我 而且孕婦也不能被拍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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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牌也不行 打 我老公不是只有拍的問題 他可能還會想 就是比如說我們錄影 常常要拍照 我記得好像有一次他 派師 他不是很愛看我的臉書嗎 就好像跟哪個長輩 不是憲哥就是誠哥 然後就是錄完影 我們常常拍照 合照 但是你知道那是長輩了 然後他竟然也說不行 就是因為你拍照的時候 可能就會這樣子 對 不行嗎 不行 而且那東西 憲哥 誠哥還要吃醋 對 他也會 他非常 你知道就是 然後如果老一輩的不行 因為同輩 比如說像彥均這種帥哥 或行男 我是絕對不會找拍照 因為就是危險非常大 幹嘛略過我 你這樣很刻意嗎 因為 因為 就像你會講 略過小優衣 對嗎 對嗎 好 算了 你們要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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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就是像這種 就是只要是帥的 然後年輕的 我一次絕對不會找了 然後如果是長輩 或晚輩才有可能 比如說像 我今天找晨晨哥 到底說他應該不會怎麼樣 所以我才敢po 可是沒想到他還是會吃醋 然後後來有一次 我就找更年輕的 我就找那種棒棒糖男孩 死定了你 這種是弟弟耶 可是這種應該是safe的啊 他也超生氣 我就說不是應該平輩 我說那我跟人家也沒有可能 人家是偶像 那如果你的孩子以後 讀國小之後 你跟他同學拍照也不行嗎 我覺得有 跟女兒的同學拍照也不行 我老公很愛吃醋耶 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潘瑋柏 潘瑋柏耶 妳還一定要合照 不是 我 一定要親妳要合照 我就說 你還跟我女兒拍一張照 因為我想說 你知道就是 就是你知道 但是你去搭這個名人嘛 因為他比我有名啊 而且還有就覺得很可愛啊 他就覺得我女兒很可愛 他就親了我女兒一下 完蛋了 我老公發怒耶 然後後來 他會這樣 女兒髒掉了對不對 為什麼不行 他就說為什麼有男人可以親他 然後重點是 他只要在電視上看到潘瑋柏 他就會這樣子 斜眼瞪完我 再去看他女兒說 你男朋友啊 去啊 你男朋友 她好可愛喔 你女兒幾歲而已啊 我女兒一歲而已 所以我告訴你 那是她的偏執 她就是不准她的女人去承認 她真的把她的女兒當作她現在的女朋友 就前世的女朋友 前世的女朋友 真的 那我跟妳講 那結婚的時候妳老公真的完蛋了 對 她有時候邊幫她洗澡 她的偏執邊幫她洗澡 她就要一直摸她身體 有時候你再把 我覺得 正常的 正常的 你幫她洗澡 你一定要摸她身體 要怎麼洗 洗完要大毛巾 那是一件正常的 是被你描述的 是正常的 我覺得你們 女兒跟爸爸可能國中就要分居了 就要開始分開睡覺 有危險 她真的很愛她 她就一直說 我無法想像 有個男人會觸碰妳 然後就一直在摸茶 天啊 真的她真的很愛她 這個早期發現 要早期治療 真的 有病啦 要定診喔 Paul也碰過女朋友會吃醋 最近發生的事 就是我們這個企劃 他傳給我 Rae搞說 可不可以 比如說四點可以 他就傳一個笑臉 親嘴那個笑臉有沒有 就這樣 愛心那種有沒有 這很正常吧 哪有正常 很正常 就比方說很OK 謝謝妳這樣 我這樣就正常 沒有 就是一個愛心 有時候我們傳給 都會 傳給經紀人也會傳奇 我傳給哈孝遠也會那麼激嘴 三位中也會激嘴對不對 這個算正常啦 沒有什麼是真的 對 但是問題是女生就會受不了 看她會覺得說 有鬼 後來真的是下午四點 她打來的時候 她說妳放Coin給我聽 然後Rae搞 然後那個人說 我聽不到Paul哥妳講什麼 我就講我之前那個女朋友 然後我還沒講 她就說 妳什麼之前的女朋友 是我嗎 妳這樣子挨一個 是殘除那個對不對 對 是不是殘除那個 是不是打通告費那個 真的就Rae不下去 對不對 好恐怖喔 如果說這個只是一個 這個親密的表情符號 我就跟她講 我跟張維中也會 我跟潘若迪也會 傳這種清水的那個 妳在群組也會 妳在群組就會 我傳給她也會啊 對不對 所以那是什麼 這個一定是平常行不正 做不斷的 有好 跟所有人都有好 有被抓過 沒有 小楠哥 所以人是不是不要太有 強迫症跟偏擊 對 堅聽那麼多 愛乾淨跟強迫症 其實只是一線之間 是 放過自己 也就是放過別人好嗎 沒錯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下次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